拉尼啊 哎呀你这几天跑哪里去了 我来你家好几次都没找到你啊 下面街上也没看到你 你看 上来的时候 一个老爷爷他不是在卖这个吗 买上来送给你 你可以养着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那你我哪里做错什么了吗 里面人说的对 你看看我穿的有多残寒 然后再看看你穿的事 这不都一样的吗 拉尼啊 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你是大城市面的老板 而我 而我只是一个农村 里面的一个农村姑娘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县的人 怎么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拉尼啊 更不要去台城市面做朋友了 我从来都没说过 你是什么农村的 我根本就没嫌弃过 而且我也是农村出生 星哥 你不要听人说好不好 我交朋友 我从来都没有说什么农村不农村 我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些 我知道你西地里面很善良 但是真的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拉尼你不要这样真的 拉尼啊 拉尼你怎么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拉尼啊 吴星哥 我求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拉尼你确定吗 拉尼啊 老板这个衣服多少钱 这个衣服啊 嗯 这个是200 嗯 200块钱 啊 便宜吗 拿180吗 一百八是吧 嗯 哦 好 这个衣服多少钱 八十 八十是吧 嗯 嗯 嗯 来 再带一圈 十 哦 好 好 好 谢谢 拉尼 星哥 我不是让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拉尼看我们现在可以做朋友了吗 都一样了 衣服我都换了 拉尼啊 你不要哭啊 拉尼 拉尼 别 吴星哥 哎 你干嘛那么傻 哎呀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让你放心吗 我自己去那边也是很难过的 我只是 我只是听到从那边疼那样说 我就 很自卑 然后我才觉得那样说你 哎呀 没事了你 我知道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肯定是碰到问题了 你肯定 你本意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以后都是一样的 以后我每次来见你 我都是穿这身衣服 好不好 别哭了 别哭了 慢点 别哭了啊 来 起来 我 不哭了 慢点 你 你以后 不要再对我说了 不要再找你好不好 对不起 谢谢附星哥 哎 没事 附星哥 嗯 这是我刚弄的那个核桃给你吃吧 好啊 哎你不要嫌弃这个 哎呀我怎么会嫌弃 蓝宁啊 嗯 你下次对我不准说什么嫌弃不嫌弃的 好不好 哦 以后不要再说这时候我就生气了 好吧 嗯 谢谢 哎 那 我要送给你的这个 还要吗 这个肯定要啊 这个怎么不要 嘿嘿 把他养着 对了附星哥 嗯 那我我 一会给你做饭吃 我们俩要做饭吃 今天晚上 好啊 我们把它除掉 不行 这个怎么能行 可以的 这个可以吃 真的这假鱼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那么可爱的 你看他那么可怜 我们要不我们把它放生了 把去那个那边有河 后面我们家后面 哦 好吧 这个我也 然后我 他营养价值很高 这个不行 不能做这个 我晚上我们俩个回来之后 我再给你做腊肉 这可以吗 可以啊 那我们走吧 现在去吗 嗯 放生吗 对 好 那走了 嗯 所以你出自送给你的 你想怎样就怎样 嘿 阿拉尼亚 快到了没有啊 快到了 是不是累到你了 没有没有 小心一点啊 嗯 你确定那里有河吗 对 马上到了 就前面 哦 慢一点啊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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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去快去了吧 哦 没关系 嘿嘿 别下去没关系 他不会死的 你不怕吗 我看你 我跟你说了 你我都不敢抓他 哇哪去了 怎么一下就跑了 哎呦 快去在那里 哦 哎呦 穿在那里了 曼妮啊 你好 听说 放这个甲鱼的话 可以喜悦的 真的啊 嗯 哦 那我希望 我希望父亲哥 以后在事业的路上 一步顺风 事业顺心 然后可以上一程吧 谢谢 然后平平安安 谢谢 谢谢 那你只说了我 还有你吗 我啊 嗯 我的话 我希望小妈以后 不要退入结婚 嘿嘿嘿 那肯定不会 然后 我希望 我喜欢的人和 喜欢我的人 都能听见 谢谢康康 嗯 很棒 很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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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